正常我們尾巴就是要做糖素魚 要炸到外酥內嫩 我們外層口味是黑的 這個糖素我們做的糖素是黑的 不同一般台式是番茄口味番茄魚 糖素魚他們就是 一般我們都是用紅色番茄醬的口味 可是他們不是 他們就是用薑汁醬油的口味 口感去搭配去調和的味道 那個一般外面是吃不到的 這個外面蠻脆的 裡面還是很嫩 然後還有汁 這個不會柴 對 非常好吃 鮑魚第二隻香辣豆瓣魚 每天開店前 何志偉會先熬煮這一大鍋鮮紅醬汁 我們是用豆瓣醬跟辣椒醬 兩種混在一起 我們有自己的比例 每天都是現土醬 對啊 沒有用完的話就倒掉 把豆腐先下鍋 讓每個孔洞吸飽紅通通的豆瓣醬 與肉再登場 最下飯的是那個豆瓣 豆瓣的口味又更重一點 對 然後它有一點辣辣的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豆瓣醬跟豆腐 入味嗎 對 入味 非常入味 沒有土味 然後就是魚肉的肉質很有嚼勁 因為它很新鮮 所以不會有那個魚肉那種 放久了會那種粉粉的口感 五到十斤大的烏溜或草魚 煎煮炒雜 至少可以變出一魚五吃 上桌前戲還是一尾活龍 它賣的活魚就是每天早上 從這裡配送到店裡 一尾尾烏溜柳草魚養得口好壯壯 壯漢抓魚的功夫也是了得 基本上我們是進來的禮拜五 五斤以上的魚 對 五斤到一二十斤的都有 桃園的三坑這邊 清水坑這邊的清水很清澈 要在這邊養殖在水水 算怎樣 吐沙吐飼料 要差不多三五天過後 我們才開始可以賣給湯魚 它這個若有在運動 它這個肉質會比較健美 主要是它是活水在養殖 對 活水在養殖 它這水就一直在跑 拍魚啊 就一直這樣活動 以前也是老一輩 所以就跟邱老闆配合幾十年下來 就繼續延續下去 抓什麼魚 我要先看一下大小 看客人定的是哪一種 既然標榜火魚料理 魚肉不是一早先處理起來 而是現點現撈 刀工快又準手法俐落 家裡開駁魚店 國小開始和志偉就當小童工 翻盤子鯊魚樣樣來 魚哪個部位適合做什麼料理 不用特別記 早就刻印在腦海裡 魚片一定是做蒜 這種的 對 要片成魚片 還有是背部上面的肉 可是它細刺比較多 這種就是細刺很多 快中段就是腹部的肉就是做炸魚塊 對 尾巴是固定是做糖素啊 烏溜的肉比較軟嫩 炸魚就是 應該是講會比較有彈性 所以客人有各的喜好者 有些客人就喜歡吃烏溜 有些客人就喜歡吃炸魚 不一定 當年爺爺參與石門水庫興建工程 奶奶為了分攤佳計 英國五十三年 在這裡開了小食店 我爺爺那時候是跟著 國民政府來胎 我爺爺一開始是到 新竹的瓊嶺 在那邊認識我們奶奶 在親友的介紹下 來石冠軍上班 我也來石冠軍那邊上班 我奶奶就在這邊開了小食店 後來很多人會在這邊撈魚 他拿出來到小食店裡面做烹調 後來那時候我奶奶就開始做了 活魚三吃 所以早期只有活魚三吃 就是糖素炸魚塊跟豆瓣 當時吃活魚成為蜂巢 店一家接著一家開 現在店面所在的位置 是早期的活魚一條街 全盛時期石門水庫一帶 百家淋漓 甚至有店家推出 活魚百吃 老時候那時候 真的是滿滿的都是 因為以前景點少 我們這邊很熱門的景點 老一輩的時候 以前都跟對面鄰居借場地 因為真的坐不下 都到鄰居家去坐 還有我老家 因為我老家以前也是在這邊的宿舍 我高中是畜牧科 還有大學是森林系 對 那時候想要離家越遠越好 因為我大學是讀屏東 何志偉對於要不要傳承老招牌 不是沒想過 畢業後一度在外面餐廳工作累積經驗 沒想到學徒才當一年多 還沒熬成師傅 就被迫提早接班 我媽受傷也是滿突然的 她就說叫我回來幫忙 受傷已經突然 有一點趕鴨子上架的感覺 沒有 她看到你就說味道不對 對 吃都不用吃 先入味覺 對 客群也是 就是老客人 新的客人其實做不太到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老店 老街裡面還有活魚餐廳 大家都是往外面的大家去走 大家都以為裡面都熟掉 都磨 後來想說 很像要走網路這一塊 所以就慢慢的經營網路這方面 才慢慢有拉新的客人這樣 就怕吃不到熟悉的味道 老客人不上門 和志偉慢慢調整 盡量重現他們記憶中的滋味 像是砂鍋魚頭 不做一般市面上的沙茶湯底 而是複製第一代做法 這是砂鍋魚頭 然後底下有冬粉 對不對 再記得撈起來吃 然後它是味噌底的 有口味不是沙茶的 鱷魚湯比較 不像外面的沙鍋就很濁 它真的滿清爽滿好吃的 不油膩 接班初期最辛苦 她坐鎮廚房 太太挺著大肚子 備料端菜跑上跑下 一場意外的發生 讓他們真的嚇破膽 可能因為他們這老房子 要走樓梯 因為上下菜都要端 就是都要爬樓梯 那時候就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是懷第二胎的時候 就是從樓梯摔下來 對 然後嚇到 客人也嚇到 然後就趕快 立馬趕快去安胎 結果還好小孩還黏著 兩胎都是做到神 九年來 早就通過老客人的舌尖考驗 網路行銷也奏效 原本八成都是老客人 現在新客群也佔五成 讓年輕人願意走進來 還有一個關鍵 學室內設計的太太 老早就想換掉又舊又暗的門面 店裡一連串的改頭換面 竟是拜颱風所似 我剛回來的時候真的是 一直覺得哪裡都不好 哪裡都 我就說我想要弄那個 想要弄那個 然後那個一回來 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我最想把那個招牌換掉 因為那個招牌真的很舊 然後就好不容易剛好有一年的颱風 把招牌吹壞了 就剛好如願 你要整修也要需要一點時間 很難抓到 因為好幾個月啊 會影響到收入 所以剛好那時候疫情整 那個不能內用 就趕快跟他說那就來整修 年輕夫妻守住上一代新血 並非一成不變 他們用自己的步伐 守護家傳三代的老味道 好數目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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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